说到中国海军 想必首先想到的便是下饺子般的服役速度 此前西方媒体报道 中国海军新型舰艇服役墩位 堪比某些西方国家整个海军舰艇的墩位 其中在中国海军上百艘主力作战舰艇之中 有五款王牌舰艇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而国产航母山东舰赫然在列 那么首先就来了解一下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 该航母作为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发的航空母舰 排水量大约在7万吨左右 在2013年开始建造 于2018年进行海事 大约配备了24架歼15舰载机 还有预警直升机 反潜直升机等共计36架各类型作战飞机 此外山东舰还搭载了舰载式相控阵雷达 配备海红旗防空导弹反潜火箭发射器 还搭载了一门1130进防炮 该火炮一次性可以瞄准40多个目标 射速高达每秒钟166发 一分钟可以发射1万发子弹 因此这门火炮堪称是山东舰最后一道防线 而且也是领先全球的进防炮 其次便是素有新青年支撑的05C护卫舰 该舰艇是我国最新研发的护卫舰 具备防空反潜反舰等多重能力 满载排水量大约在4000吨左右 配备了舰炮和反潜鱼雷等多款先进的武器系统 除此之外便是我国的核潜艇 要知道中国的核潜艇搭载了无洲泵喷技术 这样不仅可以大打降低潜艇在水下的噪音 同时也可以搭载最先进的反舰导弹 巡航导弹 重型鱼雷等攻击性武器 因此可以说一艘核潜艇的打击能力 足以摧毁敌军的航空母舰 当然075-27攻击舰作为我国海军部队的新锐 实力自然也不容小觑 拥有4万吨的满载排水量 而且还能承担舰载机起降任务 还可以帮助装甲车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完成登陆任务 堪称是中国海军的小航母 最后便是我国的万吨大区055 该舰艇拥有一万两千吨左右的满载排水量 最高航行速度大约在30节左右 还配备了一门130毫米的70倍径舰炮 并且搭载了双供弹系统 再加上112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 因此可以说055的一门舰炮 真正威力低得上一个火炮营 当然在中国庞大的海军队伍中 除了上述5款海军舰艇之外 还拥有多款实力不容小觑的作战舰艇 这也是为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对于如今的中国海军感到一丝畏惧的原因所在 最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新型航母舰造速度不断提升之后 也让西方国家的压力倍增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之后 在未来海军部队的实力也许会再度得到提升 说句毫不夸张的话 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 中国海军的实力早晚会超越美国 皆是将会真正处于领先全球的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